知名儿童文学作家也是自然观察教育家的洪求君 他推出了自然绘本二部曲《大自然说新书》 书中用文字及插画来分享他和大自然相遇的心灵故事 并且以自身经验鼓励大家 重新向大自然学习找到真正的自己 翻开书中可以看到插画里的一位小女孩 与大树爷爷以及大海妈妈说话 再透过作者的文字叙述 表达女孩孤单的心灵 这是知名儿童文学作家 也是自然观察教育家的洪求君 推出自然绘本二部曲《大自然说新书》 这次在台东图书馆举行新书分享会 新许多对自然风情有兴趣的民众参与 并透过活动串联 让更多民众能借由图书馆资源喜爱阅读 选择了我们图书馆就这样一个 迅速的一个发表会 那透过这样一个阅读 让更多就是台东人了解这本 发生的一个地点在台东 那也因为一个阅读的一个串联 希望民众在我们图书馆有很多的资源 所以随时都可以来接收到 然后来得到这样的一个分享 与大自然的相处互动 充满许多奇遇瞬间 透过《大自然说新书》 不仅是作者安慰启发自我的最强大疗愈药方 也希望以自身经验 鼓励大家重新向大自然学习 找到真正的自己 就讲解台东时报道